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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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行长 你知道吗 小娘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看你在那认真地摆弄打印机 观察我喜欢喝咖啡 不喜欢喝茶 我一度以为你是一个 靠自己努力上进的女人 但你比我想象的聪明 跟着领导 确实是一个向上爬的结晶 再说了 你不还没正式结婚吗 既然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他能给你的 我一样能给你 他不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你 虽然他是个行长 但也就是一个拿年薪的 但我不一样 我从国外回来 经营这么大的企业 我需要有一个人 帮我把持内饰 我们各取所取 不好吗 说完了 本来呢 你是我的客户 我应该尊重你 我应该尽全力地 促成这次合作 报案 你不满意我可以改 一次不行 我就改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都可以 直到你满意为止 如果一直不满意 我只能认输 我们是合作关系 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性 你刚才说 我跟着领导往上爬 不止侮辱了我 还侮辱了我的未婚妇 所以 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尊重你 小副总 你的唯人啊 真是让我刮目想看 哎 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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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晓宁 晓宁 我请你自重 遇行不重是吗 我告诉你 我狠吃这一道 你这样反而让我更有征服欲 晓宁 晓宁 你这些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 都怪我 你今天真的有点冲动 我怕他投诉你 你刚当上行长万一投了你 这些根本就不重要 兔晓宁都不重要 对我来说你才是最重要的 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也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对你的爱有多深有多久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从一年前 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不是一年前 是十一年前 从高中的时候 我心里唯一爱的人 就是你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怎么突然带我到这儿来啊 怎么突然带我到这儿来啊 因为这是十一年前 我对你一心钟情的地方 我 小宁 有些话我现在必须要说出来 二零一三年 你生日 我做了一个生日礼物 但一直都没有送出手 是一个宁宋宝宝 是一个宁宋宝宝 我 那不是你的白月光吗 那是你 白月光 也是你 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是在 十八岁的那年 很像我 体育课之后 你在水池旁边喝水 小宁 走了 来了 到你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了你的名字 也是第一次看到你 吐小宁 更是第一次 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心动 再到后来 我爸爸自杀之后 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灰暗的那时光 那天傍晚我就锁边了 然后你出家了 你别冲动 那天傍晚 你别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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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应该没伤到吧 我是问你 你没事吧 季玉恒是吧 我其实听到过你的一些事情 就是偶尔听别人说起 确实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就是想跟你说 凡事你得往前看 你一直往后看 就经常要面对失去 但是往前看的话 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你就像是一束光一样 那束光照亮 也拯救了 待会后来 我会不自觉地去关注你 那时候在我眼里 你很明媚 很温暖 也很勇敢 是吧 后来我们都上了大学 我只能零星地 在同学群里面看到你的消息 有段时间我特别地想你 所以我下定决签 我要去找你 我去了你的学校 但还是往那边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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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来 除了我 一个人去留学 一个人生活 但是我还是默默地看着你的消息 直到有一天晚上 我看到你发了一条动态 你说你恢复单身吗 回去的机票帮我一块订了吗 一块一块 我第一时间点个票回来 不想再错过了 我们就快要见面了 杜晓宁 那你回来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 因为我看到你说 你需要时间去整理一下自己 所以我不想去打扰你 直到后来 你说你想重新开始一段感情 甚至开始寻找结婚对象的时候 好 我知道我们才懂 我不想再错过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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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管我们 主要管我们 对 汪小姐是吧 这边请 大爷您办什么业务 这边请 您好 这边请 所以 我们第一次在相产公园见面 我本来还以为我们两个事无人遇见 但实际上你是专门为了我们回来的 后来 我跟你提出想跟你结婚 我以为你跟我一样 只是觉得我们两个很合适 怀揣着 看盲盒的心情不如下一段关系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我们俩是同学 知根知底 婚姻中不一定非要有爱情 舒适稳定也很重要 嗯 但实际上 你早就打定主意要娶我 不是因为合适 而是因为爱我 这是我全部的证件 有房本 学历证明 无犯罪证明 中信记录 以及最近几年的存款名记 我知道这种方式可能有些欠托到 但是这是我能想到的 最快速地让两位能够了解我的方式 好 我说我喜欢你 不争气怎么哭了 这么长时间了 季先生 你只给我足够的空间 足够的安全感 你是一直在等我 爱上你的那一刻吗 所以这一切 根本就不是什么久别重逢 是你早就寻梦已久了 是不是 傻瓜 当然也是久别重逢 只是这个久对我来说 有点太过漫长 长到我爸 我就这么错过来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我还以为别人是你的白月光呢 你也不跟我解释一下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还以为我们感情越来越好 这些年少的知识 不说也就罢了 我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相爱 再说了 唐一辉的事情的时候 我不也说了吗 我对你 是一见忠心 你这个一见忠心 是不是太久了 这么多年 在这段感情里 你总是自己卖九十九步 等着我踏出最后一步 你辛苦了 你个人 在这段感情里 走得很孤单吧 我觉得很值得 其实我一直都会憧憬这一刻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 你是敢猜对 但是晓宁 我真的懂不了了 回忆太不舍 就算是我怎么一百步 也没关系 只要你给我一个肯定 点点头 给我一个微笑 所以兔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吧 我愿意呀 这些事 早已经被我伤害了 快给我戴上 安放某个角落 本带着再次紧握 那珍藏的 无声的片刻 私藏的 入围光倾罗 照亮我 反复的领握 从未被割舍 那不易的 永远的承诺 私藏的 还在心底的街上 姐 你让我知道 原来 在那么久以前 就有一个人一直喜欢着我 珍惜着我 辛苦了 我 先生 先生 我爱你 不用像昨日冲破 那些教会的时刻 早已经被我上了锁 安放某个角落 等待着再次紧握 那珍藏的 无声的片刻 私藏的 入围光倾罗 来 其实本来是打算在度假的时候跟你去 但是今天实在是有内容做的 想着就得是今天 就得是现在 让你能够允许我成为你的合法丈夫 那怎么了 你这戒指走到哪儿都戴到哪儿 当然不是了 我呢 专门请了一个婚礼策划师 想着给你留下一个很难忘的 且很有仪式感的 求婚仪式 但是今天下午 我实在是有点担心 所以放了他们鸽子 笑说 我笑怎么了 我开心啊 我开心你可以这么坚定地选择我 好 喂 余总 老同学 小外带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 给你汇报一声 多谢了 不用客气 我还得谢谢你选择我们戴瑞银行呢 以后有什么资金上的业务需要 欢迎随时来找我 好 没问题 对 还有件事 上次你跟我说 我和那谁 是我跟季雨恒吗 嗨 都过去那事了 想她干什么呢 你快点说啊 你要是不说的话 以后贷款的事 我恕不借贷啊 唉 别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当年我不是欺负你吗 然后她放学 就把我给揍了一段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她揍你 是啊 她还说 我要是再敢找你麻烦 或者把她喜欢你的事 跟大家说 她就把我欺负你的事 去报到学校去 让学校查监控 说不定 我还得退学呢 你这么厉害啊 嗯 还敢欺负 威胁校霸 是啊 我威胁校霸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校霸吗 她怎么胆这么大 还敢威胁你啊 你怎么这么关注 季雨恒的事啊 不会吧 难道当年你对她 有这么个意思啊 当年是没有 不过现在已经有了 以后工作的事情啊 就工作时间 再给我老婆打电话 挂了 什么老婆啊 我们还没合法呢 明天就去领证 现在跟我回家 这不是季雨恒的声音吗 老婆 难道 好 你好 这是我们的号码来 你好 资料 里面也有照片 你俩是初婚吗 对 就用这个照片啊 还没你俩现在笑得自然呢 这结婚证啊 还是很重要的 那 那要不 我先拍一个 好嘞 两位新人啊 咱们亲密一点啊 靠近一点 好 靠 倒也不用靠那么近啊 这分开出来 两个都叠一块了 爱稍还稍分开点 对 好嘞 开心 新郎 你这开心的眼表 我能理解啊 你这笑太大了 这拍出来 就看你这两个大白牙了 少一点 少一点 对 新娘 都靠到新郎肩膀上了 拍出来 那不对称啊 对 开心正常 非常好啊 好 三 二 一 不错 不错 咱们再来一张 三 二 一 季先生 我们现在可是合法夫妻了 拍张照片 纪念一下吧 来 好 不过还少一个东西 我现在去拿 等我一起啊 你们猜猜我看到谁了 我看到小徐的女儿 在民众局啊 恭喜啦 季派太太 习人 唉 女人一个 一 二 三 新婚快乐 快乐 胡说八道 我女儿女婿才结婚一天多 感情好着呢 怎么可能去离婚呢 是真的 我亲眼看她们从民众局出来 然后各走各的 小徐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但是孩子们都大了 做决定签不告诉我们 也是正常的 我有什么可难过的 他们感情好不好 别人不知道 我还能不知道吗 我跟你讲 你肯定是看错了 我现在就去找我女儿 我派了结婚证 我给你发过去 无聊 什么鬼 你干嘛去 我找小年轻啊 我拿结婚证 我现在就派给她 我啪啪打她的脸 哎呀 你都说了 她那是胡说八道 你理她干什么呀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我不理她 她理我呀 她在这儿 呸呸呸呸呸 胡说八道 我不管吗 爸 妈 爸 妈 我回来了 你们有做好吃的呀 你俩去 你看这两人 这不好着呢吗 我听我 就说她说的是假的 哎呀 你看这花多好看啊 我都多久没收到花了 还是我女儿女婿贴心 嗯 嗯 我妈喜欢就好 来 就把花插上吧 回头再给你妈 差好看点啊 坐坐坐坐 我休息一下 这一早上给我折腾的呀 我今天都被气死了 我跟你讲 你都不知道 今天发生一多离谱的事 就那个隔壁楼的 那个老赵阿姨 给我打了一电话 说今天看见你俩 去民政局 去离婚去了 去离婚去了 离谱 是不是离谱 你们也觉得离谱 是不是啊 我跟你讲 我狠狠就怼了他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女儿女婿感情这么好 我跟你讲 一会儿你就把那个结婚证 给我拿出来 我必须拍个照 我必须啪啪打他的脸 那咋不说话呢 妈 我俩爸 确实去民政局 去那干嘛呀 爸 爸 有件事情 确实需要跟你们坦白一下 我们确实需要跟你们坦白一下 爸 爸 结婚证和这件事情 我们确实需要跟你们 说一声抱歉 我们也应该第一时间 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二位 但后来也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 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 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们 不过我们这一年呢 互相更了解对方了 我认为我们这个婚结得 更有责任感了 是 你俩 虚惊一场 不过好在结果是好的 咱呢 就别再往心里去了 结果是好的 没办法不放在心上 我女儿现在长大了 有什么事 也不跟我说 现在可以瞒着我结婚 过几年 说不定生了个孙女 都到了十八岁了 也拦着不让我见 你这 我的心是寒头 妈 你这越说越离谱了啊 我知道 是不是因为 让你在张阿姨面前 丢面子了 要不咱们这样 咱们拍张照片 把那个日期辟一下 辟成去年的 反正我们俩是真结婚 也不算骗人呀 这这面子是一回事 那里子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 我是被我的女儿伤透了心 妈 你别呀 你这 眼泪涂快掉下来了 那 那你怎么才能让你 不难受呀 你看 你妈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你妈就喜欢热闹 你想一想 什么事能够大闹特闹一下啊 你俩现在不是真结婚了吗 那个 爸 明白 妈 这样 我们把筹备婚礼的事情 尽快提升日常 现在就提升日常 还是小嫉妒事 那什么水啊 妈 你这就高兴了 行行行 那我们俩休完年假回来就办 你看这日期你满意吗 行 这事就这么定了 散会 坐饭去 我帮你 这 这 这 我给你看啊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同事的儿子 结婚的那个酒店和装饰 你看 你看 这个好好看啊 我跟你讲 这个酒店最大的点是什么 就是它那个大厅里面嘛 它有个桥这样过去 到时候呢 我都想好了 就是你们新娘新郎啊 就从这个桥上面 就从大家脑门子的顶上 就走过去了 这叫做 雀桥相会 我们俩以后一年只见一面啊 行行行行行 我糊涂了 糊涂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但是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桥很美 高串的美美呢 好 好 好 官方指定 唯一合作伙伴 我对你的爱没有起限 无需扯销 永不禁止 早 小图 新婚快乐 小图 谢谢大家 恭喜小图和领导修成正果 小图 分子钱什么时候给 我们可都准备好了 许丽 这这分子钱分子钱就没完啦 小赵哥要赛的话 肯定得批评你 你挑逗 分子钱 这样吧 咱们大家不着急给 我把二维码直接放到群里面啊 一个都不能收 得嘞 那咱们再祝小图 新婚快乐 小图 小副总那边是什么情况 突然跟我联系说 暂时不考虑跟我们合作了 先把我们关上 坐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您啊 小副总那边放出消息了 是要重新找副总伙伴 对不起 二军姐啊 都是因为我才没有探成 哎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你没有错 你没有错 季总也没有错 我跟你讲 我就是没有在现场 我要是在现场 你别看我是个孕妇啊 我高低 我蹦起来 我也给她两巴掌 行了 你别这么启动 但是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客户在我手上给溜走了呀 要是谈成了的话 你就能顺利转正部门经理了 谁想到临门 我现在运气急速高 你不要气我好吗 转正经理是我的事 我的事业不需要你为我去拼你全力知道吗 我更不需要你作为筹码 去为我获得利益 如果这个事你做了 我第一个知道一定骂你 还有那个什么小副总啊 心术不正 威逼利诱合作方 就这样的客户 谁爱要谁要 给我我都不要 咱们办公室里边 谁要是敢搅你舌根子 我这个代经理 跟咱们那个 季总做事风格不一样啊 我从来不玩那个 轻者自轻的一套 谁要是敢说你一句不是 我出去我就撕烂他们的罪 好不好玩 妈妈跟小姨说完了 妈妈平时没这么凶的呢 笑了 高兴了 还得我这个孕妇 我这个领导在这儿开导你 想通了 饶总 你刚才那番话说 反正对属下我是非常所有 您放心 我以后对您是肝脑徒弟 如云说 等过了眼下这一场风波 我就给你放婚嫁 让你跟季总出去 好好开闭一下 谢谢景姐 你给我自立 傅玉拳这王八蛋 简直就是人杖 你打得好 我当然要在现场的话 我非死了他不可 你也别那么打气 我都说了嘛 优品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咱们俩现在的当务之机 是得一起找到新的客户才行 走 其实可惜了 你用了未来半年的业绩做军令账 才争取到的优惠利率 我们这一孩一般来说都是业务关系 初步建立之后在定价阶段 才能争取到利率优惠 你在这个阶段为了服役就这王八蛋 向总行申请到这个点儿输了 最终没有合作成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你正好说错了 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惜 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把工作都做到位了 同时我们也认清一件事情 他的为人 你说得对 这人啊 就不配跟我们合作 而且 咱俩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 还怕找不到客户啊 怎么双见合弊 客户还不得滚滚而来 走了一个小副总 那还有小李总 小王总 小刘总 越说越不靠谱 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 从哪个客户开始跑 虽然认重而道远 但是我着重筛选了几个 你看看 朱女士 我在咱们那儿练了两个月的瑜伽 我觉得咱们瑜伽馆搬得特别好 我今天把您约过来呢 是想跟您说 就如果您想拓展那个门面啊 我们银行呢 是有很多关于小微企业贷款的证则 还有方案 巧了 我经济正好有这种意向 那您先看一下方案 你好啊 陈总 你好 我是戴瑞吉安分行赵方刚 幸会 幸会 这个业务的时效性 以及我们账户的安全 您都不需要考虑 其实 只要在我们分行办法 我们这个对公账户 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业务 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 给您进行对接的 余总 好 一辉 你看你那边 有没有需要银行业务的朋友啊 或者是客户 你多推荐一些给我呗 来 雷姨 我们晚上去新开的空中酒吧 一起吧 吃吃喝喝有什么意思啊 跟我们赛车俱乐部跑几圈 你都好久没出来玩了 亲牙手里不难受 不去 加班 现在前台还要加班啊 加班费都不够你上班路上的油钱嘛 我跟我说 我会想给你 但是 gdy不船下去 雷姨 又要不要 但是我们有点 这些 exclude 比黄是 好的 没有 别怕 无论 没有 我愛你 下一面吧 时间 地点 我一会儿发的 最近过得怎么样 老样子 你呢 老样子 我们真的有一段时间 没有来这儿逛逛 是 刚毕业那两年 回来看看比赛呀 在附近吃点东西什么的 还记得 我们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当时 你还教我三步上来呢 我是用心教 你没用心学 我好像 考了三次才过 我 后来呢 你就和晓宁晚上溜出去玩 懂得叫我一起 不去都不行 那 大晚上呢 你要是不在了 我们两个女孩子多不安全 是 是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一定喜欢你 这余晖干嘛呢 这余晖干嘛呢 她今天放话 我说上次 那个那个篮球砸她女生报仇 哎 那个女生也够惨的 你惹谁不好 你惹到她了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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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了下晚自习小心点啊 挑衅我就这个想象 这井盖是你弄的吧 对啊 怎么了 要不要求我放过你啊 神经病 你说什么啊 你弄的井盖 还让我求你放过我 那你是不是不长教训啊 你这个人真是社会白子 你 好你 我 哇 哇 谁啊 哎 有种就别欺负女孩 想当英雄是吧 行 比试比试 看看你是英雄还是口雄 你这又一个牛把我往死里揍吗 你是不是喜欢吧 云慧你要还想混到毕业的话 就别招容我 中学辍学你当一本手 你不在意你的前途没关系 但还记得你爸妈是怎么站在教导主人面前求她的吗 需要我告诉你吗 你威胁我 就我这个女的 你真有重 你要是再敢动弹一下你试试 你员 我一个人 不这样 我是一个人 我我把你推荐 你呢 你就不得了 你РЕ多 你觉得我感觉 你身后的光束 让撩动的空气升温 时间好像停断 把此刻私藏拥有 My feelings for you Just like the rain 尝试让人的灯落下来 Oh baby my heart belongs To you and no one else 心靠的烟花放个不停 Maybe it's you no one else Baby it's you hope you know 你在寂静的回忆里 挡起涟漪 感受到彼此的温度 Yeah My feelings for you Just like the rain 潮湿又热烈的落下来 Oh baby my heart belongs To you and no one else 心靠的烟花放个不停 Baby it's you no one else Baby it's you hope you know So the rain You may understand So I hear you